原标题 这个日本顶级特工研究多年后说 中国的重点问题 只有这三个1945年8月6日 美军在日本广岛上空 投下了第一颗原子弹 这颗原子弹几乎让广岛毁于一旦 6000多度的高温 将方圆14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房屋尽数摧毁 爆炸点附近的十几万人瞬间死亡 当然在一片狼藉的广岛城中 却有一个战犯侥幸活了下来 后来还成了美国人的座上宾 就是有莫金三 有莫金三 这个名字总给人一种怪怪的感觉 没办法 日本人的名字大多都是这么奇葩 比如 在之前介绍过的范容郭武郎 土肥元贤二 安达二十三等等 不过 别看这家伙名字起得不咋地 但本事还真是不小 1915年 有莫金三 以纠等生的身份 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 又考入了陆军大学 算是当时日军将官少壮派里比较知名的人物了 然而 由于受到226事变的牵连 有莫 金三被踢出了日本陆军省 派到意大利做了一名驻外武官 一个军人 在军队混不下去了 基本上就宣告军事生涯完完了 但有莫金三却偏偏不服输 又利用驻扎意大利的机会 转型做了特务 干起了情报工作 没成想 还真叫他干出了名堂 卢沟桥事变后 具备充分间谍经验的有莫金三 被火速派往中国 担任日本华北方面军第四克克长 在华北担任情报人员的三年里 有莫金三迎来了自己适应的巅峰期 凭借着深谙中国人文地理环境的本事 成功升任少将部署 还提出了那句非常著名的论断中国问题的重点 不过梁氏 物价和延安三个 不得不说 有莫金三一下 就抓住了中国社会问题的关键 梁氏不用多说 多年的天灾人祸 早就把老百姓那点家底都折探干净了 粮食成了最宝贵的东西 至于物价 那是多亏了国民政府的无耻 滥发钞票导致 严重的通货膨胀 每天兑现的人 几乎能把银行的门槛给踩烂了 造成人心惶惶 而延安呢 则是当时中国有志青年的革命圣地 大量的有志青年都涌向延安 为中国的抗战大业献计献策 毫无疑问 在当时来说 这三点堪称中国社会的命脉 有莫经三能在当时的历史环境下明确指出来 确实很厉害 好在日本军部对他提出的这些意见 并没有太重视 尤其是对于延安问题 一直没放在心上 直到二战之后 日本防卫厅战士士 在研究日本战败的原因时 才猛然发现 原来有莫经三提出的这三个问题 竟然如此重要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有莫经三被召毁日本 针对美国进行情报作战 在1945年8月6日 广岛原子弹爆炸时 有莫经三正奉命在广岛销毁之前的作战情报 可能是距离爆炸中心距离较远的原因 侥幸活了下来 按理说 有莫经三是标准的战犯 已经受到审判 被处死也是不冤枉的 但是 有莫经三不但没有被送上法庭 反而被迈克阿瑟奉为了做上宾 这是什么原因呢 原来 二战结束后 美国人希望重建远东情报网 以实现对亚洲国家的控制 所以 拉拢一批情报人员为其服务就很关键了 而有莫经三呢 不仅熟悉中国 还跟英美等西方国家合作过 是个不可多得的情报专家 所以 迈克阿瑟就特意把他保了下来 让他担任对外联络接洽管 后来 已有莫经三为首的日本情报部门 还成立了所谓的有莫机关 专门为美国人搜集远东地区的情报 继续祸害亚洲人 更可气的是 这个王八蛋还活得很长 一直到1992年才死掉 活了97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